你来找的是实习港对吧 对 你有过什么记忆深刻的实习的案例吗 我想从一个小事来侵入我自己的营销能力 就是在我19岁 就是2019年的时候 新生入学季 朋友打电话给我说 家宝我在卖电话卡 实在卖不出去了 你过来帮一下我 我也没有销售过这种东西 然后说那你看得起来我就过来了 然后结果我发现 我们学校联通移动和电信三足鼎立 确实比较难卖 但是我就想 我们能不能不仅仅是卖电话卡 然后刚刚我看到了 我们学校的那个菜脑驿站 Tiler 然后我们是四川师范大学 女生多 大家对皮肤的保养比较注重 然后他们不愿意出门拿快递 然后我就说 要不这样子 你在我这买电话卡 我给你送快递 这样一个销售模式 然后当时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结果我发现 确实有点营销的那种特色了 有点苗头了 对 然后还赚到一点少钱了 然后我说要不这样子 咱们把那个 我教了五几个比较长得帅的小伙子 然后朋友 因为我自己不行 然后我教了几个 比较帅的那个男生 在女生新生的 一楼的宿舍门口 我说只要在我这扮宽带 我就帅哥配送快递 那天呢 就是在六个小时的时候 我就完成了 16单的业务量 对于一个大二的学生来说 我觉得还是比较激励我的 我就发现 我不只是学人文地理 我可以去做营销 做得还是不错的 这么小的话就开始想了 怎么样有一些争执的 特别棒 谢谢蜂蜜